跟我們有共同的回憶就是 我們夏季的時候會互相幫忙種田 或者收歌 收到的時候 歌到的時候 會在 主人家會請那個幫忙的 那幾個人家一起到家裡來一起吃飯 吃完飯了以後 可能是聊天 在我們部落是會 聊完天喝了一些熱火氣以後 整個人就像我們琴一樣 就開始唱歌這樣 那有一些歌也是 我在我國中吧 我聽過我儀仗跟我爸爸 在家裡唱這首歌 那時候我不知道 這首歌名叫做飲酒歌 是後來有一個樂團 也是個長輩花蓮的 叫冰狼兄弟 有聽過嗎 有 沒聽過可以上完劇場 他們音樂真的也很棒 然後 他們有唱這首歌 我第一次聽到這我爸唱過 原來這首歌不是他們真正創作的 因為他們專題裡面也有寫 這是傳唱的哲學 作者是誰不知道 遠足明厲害的就是這樣 自己做了歌以後就不著痕跡 這樣 讓你去追尋 好 好啦 我帶來這首 我們前面會唱母語 後面會唱國語 國語就是上面這個意思 母語也是這個意思 最後再唱母語還是這個意思 好 為大家帶來的飲酒歌 我可以先暫時不打鼓嗎 可以嗎 因為我的小母子說 他先休息兩分鐘 去看我們人殺殺手 好 飲酒歌 謝謝 謝謝 我可以 PI 你喜歡我有點快 你喜歡我 我會唱你 你這樣 我會唱給你 你誰會唱你 你這樣 我會唱你 我的天 unit 你這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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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